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美國大選進入關鍵倒數54天 辯論過程當中 賀錦麗跟川普都嘴了晶片 那各界也高度關注 川普說辯論會 事實上是不公平的 他一個打三個 但是昨天晚上 黃仁勳也有公開的談話 他說AI的晶片太搶手了 他當然 仍然是非常的推崇台積電 而這個AI 台灣跟台積電 事實上確實 影響著未來全球的供應 而在台灣各界高度關注的是柯文哲的爛杖 這一回合今天媒體追蹤傳出來 檢調事實上追查柯文哲親友的神秘保險箱 現在貪污圖利很有可能是接連連著柯文哲的罪名 而陳佩琦也有高度的嫌疑 試射洗錢跟偽證 而這個法律大戰工坊的同時呢 洗錢的風暴還燒到柯文哲的基金會 同時國台辦隔空下指令評論柯文哲的案子 他說賴清德綠色恐怖政治追殺 那各界解讀國台辦的指令要求的是藍白合作挺科 特別是藍營很有可能跟著柯文哲走 而後續會有哪一些政治攻防跟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律師陳佑昕 大家好 再是黃創下 大家好 再是黃一舟 大家好 再是林亮君 林冠姐好 大家好 再是張一夫 大家好 再是張一善 大家好 創下 木可世家的爛贓還在延燒 那指標的發展 第一個是國台辦講話的 下達指令 所以各界解讀藍白是可能再度 政治合作挺科文哲 不過呢 檢調在辦案很大的核心 還是繞著錢在追 包含了基金會的錢 也包含了今天媒體追蹤出來 客家親友的神秘保險箱 都使得洗錢的風暴再度擴大 今天整個科文哲的案情 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就是昨天有媒體傳的 陳佩琦的619位ATM的存款 這個619這個錢是怎麼回事 還在釐清之外 今天呢 又傳出來 上午的時候檢調 去搜索了第一銀行的數間分行 清查保險箱 而且掉月了保險箱和保險室的出用紀錄 或者是相關的親友 他們的保險箱都被清查了 那當然在清查裡面呢 檢調現在在追錢的部分呢 開始兩個部分 一個是虛領的有沒有這杯錢 還是由陳文景跟蕭逸宏兩個人 兩個網路虛領貨幣的高手 還在鬥法中 另外一個呢 過去的時候從陳水扁之後 開始檢調尤其是調查局 掃黑金的小組跟金管會的合作 越來越密切 他們對於查帳 查實體金流 也有累積了一二十年的經驗 所以現在在追的是追這個金流部分 那追這個金流部分 在鞏固主觀翻譯裡面 那個模式是有點固定的 第一天先找了沈慶晶 沈慶晶問了一些事情之後 接下來就找彭正森 然後完畢他們兩個對一對 可能有些東西 就把柯文就第一次提訓 昨天又找了沈慶晶 今天早上又找了彭正森 那在找彭正森之後呢 彭正森這一次呢 相對的好像更輕鬆一點 而且下去的時候 被媒體外套還露出微笑 所以是不是彭正森 其實心裡是越來越輕鬆了 然後至於什麼 圖利方面的一個鞏固呢 傳了林忠明 傳了先前就一直反對 不能超過五百六 這裡面或者是直接在公文上有簽 如果在法律上 這司法性是有問題的前副秘書長理成權 那這裡面呢 林忠明還有林青龍 他們都寫過一些臉書或發言 可是在法律上 這個不算數 他們所以請過來當證人 這個證詞寫下來之後 將來起訴書或判決書 裡面鞏固證詞 所以這個圖利 這方面呢 柯文哲的主觀翻譯 他是知道的 而且有很多人提醒你 這個部分大概是 檢方是越來越鞏固 接下來就是金流的部分 那金流部分呢 裡面現在至少呢 就是印曉維有一千五百萬 還不知道流向 所以今天也提訓了印曉維 然後大家會講到多少 後面檢方還有什麼動作 這部分就看出來是金流在查了 那現在目前的金流呢 除了實體金流 保險箱之外 那個ATM的存款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金流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虛領基流 那虛領基流 有人就想說什麼印錢包 軟錢包 然後有沒有去澳門的那個 那等著檢包去查 然後再過來一個金流 就是很特殊的 就是這個眾望基金會了 而這眾望基金會呢 會讓人家覺得看到都是 欸你看你在成立之後 你說你收入 那當然這個只是一個 還不是正式的財務報表 但是是你的一個 大概是你在網路上公開的預算書 收入兩千七百萬 支出了兩千七百七十七萬 好像因為一個基金會 本來就不是牟利事業嘛 就開這樣子 然後呢 可是大家看的是依法 尤其是柯文哲時代就定的法 規矩 你應該五月三十一號要簽報 可是到現在為止 主辦的會計沒有出來 執行長沒有人 董事長沒有人 這個是五月三十一號之前 就該報的 那個時候端木正 李文中 或者柯文哲都沒出事 那你這個帳是很奇怪 更怪的就是人事費 那人事費說是支出了 將近九百五十九萬 可是這個人事費將近五百九百五十九萬 然後他們呢 裡面的戲表裡面是說 他們確實有九百七十萬 是人事是什麼支出 可是今天呢 人事費裡面講的那三個人 那三個人呢 又在禁總 又在禁總 所以他們到底是領禁總的薪水 還是領眾望的薪水 禁總和禁眾望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呢 後面又有人查出來了 柯文哲 對於眾望 他曾經自己開箱 開箱說 眾望呢 其實就是他選舉的前進基地 那如果是這個狀況 這個眾望跟他講的公益 還是是柯文哲的選舉 然後裡面的錢 裡面的這個狀況的金流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你到目前為止 你的支出裡面 你只辦了市場活動 那你市場活動 怎麼花掉這麼多錢 然後你用了三個人 又是禁總裡面領薪水 那你這些帳 會不會跟你的競選 跟監裁員報的競選經費一樣 又有一大堆說不清楚的地方 而且呢 柯文哲很省啊 柯文哲講的是 當時他親自開箱 眾望的時候 還說裡面呢 所有人只用一台影印機 我要省錢 那如果你要省錢 你怎麼支出了 這麼多的959萬 那所以眾望的這筆錢 流到哪邊去 也會是下一個重點 好那義善 確實喔 坑著而前喔 現在喔 這個洗錢風暴在擴大 包含了今天追查出來的 神秘保險箱 有媒體去盯 至少高達百萬以上的現金 然後上面還有沒有 其他的長保的密碼 或者是大密保 這個有待喔 檢方辦案來釐清 然後另外一個各界喔 現在也高度關注的是 基金會 現在看起來跟 柯文哲扯上關係的個人 親友 包含子女 包含法人 包含基金會 跟募客 跟競選總部 真的是沒有一個帳目是清楚的 沒錯 為什麼檢調 要努力的查這個金流 因為現在是圖利罪的罪行 大概鞏固了 現在查到金流 就有收受賄賂罪嗎 那罪行當然會非常的不一致 那特別講到眾望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成立的時間 就非常詭異了 我們不要忘記了 11月1號在神秘帳策裡面 登陸了審慶金1500 是11月1號 眾望基金會什麼時候成立的 剛好隔一天 11月2號登記成立 資本額我們不講 基金會不講資本額 登記的那個所謂的額度 叫做1000萬 他就多了500萬 500萬剛好ATM理財 剛好 沒有不一定對價 但是就是時間點 就是在隔天 眾望基金會成立的 那成立之後 他的人也很奇怪 他有四個 董事長叫李文中 是他的辦公室主任待過 他的四個董事 都是他的辦公室主任 李文中是一個 他是掛董事長 蔡碧如是董事 謝明珠是董事 李友之是董事 七個董事裡面 四個是柯文哲的辦公室主任 所以辦公室主任的目的是幹嘛 當然是募款方便嘛 因為他可以代表柯文哲 向各界募款 那募款沒有問題 但是募款 如果跟所謂的圖利 有對價關係 那就非常有問題了 不要忘記了 印小薇 陳慶金也是透過他的 下面的四個協會 捐了所謂的4500萬嘛 那只要證明說你是 沈慶金捐了 那這一條就已經對形成所謂的 收受賄賂罪的一個鐵證嘛 所以到底這1000萬 是不是沈慶金捐出來 1500萬裡面的1000萬 拿出來設立這個基金會 而他的2700萬 又是誰捐的 這四個董事要說清楚啦 包含柯文哲要說清楚 你的2700萬 捐到基金會要幹什麼用 說真的基金會 如果你幹社會福利 我們也沒意見 照顧兒童 我們也沒意見 但是呢 你2700萬 在經過去年的時候 只有一張10萬塊的發票 只有一張10萬塊的發票 其他大部分都是行政費用 跟人事費 辦過基金會人都知道嘛 如果你沒有實際業務 就是養人跟行政費用能花多少 更何況你所謂養的人 這三個人啊 這三個人啊 這三個人有一個我還認識了 叫戴俞文 不是那個俞文 大家不要誤會了 俞文 戴俞文請出來說清楚 你不要變成俞文 你的薪資為什麼 可以同時領競選總部的薪水 7萬塊合理喔 競選總部他的副發言人 他那時候就是競總的副發言人 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他也是媒體事務組的發言人之一 那他是一個發言的情況下 領了競總7萬塊的薪水 非常合理的薪水 為什麼你還是可以掛在總 眾望基金會的人士 而你領了多少眾望基金會的薪水 而這些眾望基金會薪水 是實際上進到你的戶頭 你的薪水的補貼 還是跟高安模式一樣 要繳回公基金 那公基金又是什麼 很有可能就是 我到木肯買商品 您怪我啊 我去木肯買商品 我捐給柯文哲 可以啊 那木肯又回到柯文哲身上啊 這個是不是一個所謂 透過行政跟人事費用的方式 來去採取所謂最後的錢 還是回歸到柯文哲的口袋裡嗎 這個才是我們最大要質疑的 如果你眾望基金會 承認的目的 不是做社會福利 不是像一般政治人物 去擴展你的組織 而做的叫做把錢 洗到你自己的口袋裡面 而且這個捐款人 又跟所謂的審經金相關的話 那你當然形成了所謂的 收受賄賂罪的相關嫌疑 而這件事情解釋的清楚 解釋是不清楚 當然解釋不清楚 昨天啊民眾黨說 眾望基金會是個人基金會 我們管不著 管不著之後 但是卻被人家踢爆 當初所謂在檢調 在清查所謂木可公關公司的時候 你許甫不是還去開 眾望基金會的門 給檢調進去嗎 為什麼你現在又說 你管不著 但是卻有眾望基金會的鑰匙 許甫說我沒有鑰匙 我沒有鑰匙 我只有密碼 那密碼跟鑰匙 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有密碼 還不是更嚴重 密碼就是隨時可以進入嘛 所以眾望基金會 跟民眾黨黨部 到底切割開 切割不開 看起來是切割不開嘛 更詭異的是 眾望基金會的董事長 叫做李文中 李文中叫做被告 其他的妹妹李文娟 也是同時兼任 所謂的眾望基金會的財務 也是被告 兩個被告 怎麼可能去發這個新聞稿 所以昨天你看 眾望基金會的新聞稿裡面 只有眾望基金會的張 沒有所謂董事長的張 也就是說這個新聞稿 不是李文中發的嘛 董事長沒有蓋章嘛 那總製長沒有蓋章 上面也沒有新聞 連位有人 你戴玉文 不是連領總部 眾望基金會的薪水嗎 應該聯絡人是你戴玉文啊 你也是處理媒體的啊 為什麼不戴玉文出來說明 發了一個新聞稿之後 大家都沒有辦法去問 眾望基金會的相關問題 為什麼有問題 眾望基金會的新聞稿 裡面不發還好 一發之後 大家發現問題大了 本來啊 2023年 就是去年的帳 今年2024年的5月 就要交給他的主管機關 叫做社會局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嘛 應該都已經核報 核備完畢 你的帳都核備完畢 他的第三點竟然說 我們的帳 還沒核備完畢 我們近期要來開董事會 來確認這個帳 來報備給主管機關 我就問啊 現在哪一個會計師 還敢去簽眾望基金會的帳 所以這個帳啊 一談爛帳 這個眾望基金會 跟競選總部的政治獻金一樣 現在如果沒有任何會計師 可以簽證 你怎麼可以核備主管機關 沒辦法核備主管機關 情況下 眾望基金會 現在都已經變成是一個 違法的社團法人喔 所以眾望基金會的帳 我們當然要繼續追下去 減掉啊 必須繼續追下去 而只有眾望基金會了嗎 當然沒有 今天已經查出所謂的 有所謂的保險箱嘛 保險箱一百萬 很少人放現金在保險箱啦 那如果有一百萬在裡面 叫做還沒處理的錢 先放在那邊 裡面還有其他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珠寶啊 通常所謂的保險箱 放的都是有價證券 債券啊 股票啊 或者是珠寶 鑽石最多 但是在裡面竟然說 多出是一百萬的現金 是不是還沒有處理到的錢嘛 還沒有處理到的錢 說真的 如果要處理這個錢 ATM就可以處理啦 陳佩奇就可以處理啦 為什麼要放在這個保險箱 而客問者 除了保險箱之外 他沒有其他的 所謂的小金庫嗎 最近整個爆開來 我就跟大家報告 有七個所謂的小金庫 保險箱是一個 剛才講的眾望基金會 跟信雇箱是一個 另外USB到底有沒有 所謂的虛擬貨幣的問題 另外木可公關公司 不要忘記 他有1.5億的銷售款 銷售款到底銷售給誰 這些都是金牛要去查的 另外政治現金 有9萬多筆匿名的捐獻 而這些捐獻高達2億元 到底是誰 另外ATM陳佩奇的家裡現金的存款 另外還有沒有其他 不要忘記還有4300萬的上半 都還沒有解釋清楚 1234567總共有七條金流 到現在柯文哲都沒辦法解釋清楚 而這七條金流只要有一條 證明是跟所謂圖利罪 金華城案五大案有關係的對價關係 就是從普利罪變成是收受賄賂罪 我請教向易夫 易夫怎麼觀察這個案子現在的發展 當第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來 檢察官的整個的動作 第一個想辦法要讓現行羈押 人家的人誰轉為污點證人 那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看到流出來的 媒體報導的有關人員被 以證人或是被告去查的時候 你發現很少有彭政森相關的東西出來 唯一一次出現彭政森相關的是 朱雅虎與應小微的對話 彭副市長請你幫忙什麼的這句話 那你說問案的過程當中 你問柯文哲有沒有主導這個案子怎麼樣 你檢察官就不問彭政森有沒有主導嗎 如果裡面有人指控了彭政森也有主導的角色 剛好檢察官我也不對外透露 只跟彭政森說你看你被指控成這樣 你要不要考慮轉污點證人 所以你看整個曝光裡面的證詞裡面 彭政森的部分幾乎沒有 我相信檢察官不透露這一部分 一定有他的目的嘛 又是這個可能拿給彭政森看 要彭政森轉污點證人 那彭政森轉污點證人 基本上就是在鞏固圖利的問題 你包括林中銘啊林榮青啊 他們是從392到560 以及允建樓梯板面積的那個 12萬多坪的那一個準不準的那一個階段 那個階段在證實柯文哲有在關心這一個案子 或是介入這一個案子 這是圖利罪的部分嘛 那當然印曉威審慶金包括未來主要 可能突破的就是在金流部分 那金流部分你可以看得出來 檢察官第一階段一定是勾基一千五百萬 相對於USB的出現的那一個數字 那如果從辦案的過去 我們看辦很多案的經驗 尤其是扁案 你看那時候保險箱收成什麼樣子 那保險箱除了陳水扁的私人保險箱 放在總統府這個吳淑貞的私人保險箱 擺在官邸以外 哪一個保險箱是用自己的名字 對 沒有 全部都沒有 有兩個 還是房方燕的女性有人去開的 裡面專門擺吳淑貞的珠寶鑽石 所以房方燕那個盡頭的時候 還在他的醫院辦公室西裝發現十幾顆裸鑽 那換言之除了現金以外 有沒有其他可等價值的東西 那家裡沒收到有沒有可能擺在保險箱 那當然也是要查的之一嘛 要查之一嘛 保險箱因為空間有限喔 除了裸鑽之外 一般在台灣很多台客愛存的是金條 黃金 對就999的金條 金條有那種大條小條啦 反正UBS很多那種標準版 你現在看 現在十兩這麼小一塊的黃金 你看值多少錢 你講的是小塊的 我講的是大塊的 人家行情好的都是大塊的 因為小塊的有 基本上帶出去有便利性 換線它有十足相對的便利性 那通常保險箱 除了銀行的特定規格的 特定場所的保險箱喔 其實柯文哲如果有足夠信任的親朋好友 足夠信任的某些住處或者某些地方 就算是個老房子爛房子 破破爛爛的老倉庫也沒關係喔 就放非常堅硬的保險箱喔 其實檢方都可能未必追得到 對當然就是非在金融機構的保險箱嘛 因為你金融機構的保險箱 你承租的時候要填姓名身份證字號 蓋章幹什麼的申請 然後每個月每年還要交月備 然後當然啦 我找我信任的人去開了一個保險箱 對不起喔 那他要簽多少張委託書 擺在我這邊印章要給我 因為進去的時候 我要拿委託書跟那個委託我的印章 加上我的身份證印章蓋了我才能進去嘛 那一定是相對信任人印章委託書都簽了給你 因為你不可能說動不動就說 你跑去幫我簽一下委託書 你簽一下委託書 那個隨時需求的時候 委託書拿了就可以進去了 那私人保險箱 那就很清楚一件事 你一定要有足夠的資訊跟訊息 或是有人作證說他在哪裡有保險箱 一定要有人作證嘛 否則私人保險箱是很難查的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 扁案的時候那時候已經夠複雜了 那扁案那時候沒有虛擬貨幣的問題喔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興起喔 那現在金融流通的東西太多了 你當然還有 所以才會陳文景會出現嘛 專門在查區塊鏈 在做辦這個虛擬貨幣的 所以看得出來在查什麼 一定是在查對價 對 那對價就 對價被查到的話 那就上升到貪污之罪條例的第四條 如果不是對價而不明 那就多一條六之一財產來源不明罪 那當初在積壓的時候 還出現兩個字叫期約 在那個財定書上面 還有出現兩個期約 那到底期約什麼呢 期約是未實現嘛 那未實現 譬如說我在市政府工作 我幫亮君拿到了執照 亮君說我蓋好的時候 我可能打對折賣你一間啊什麼 那就是期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討論的都是 第四條 討論第六條圖例 討論第六之一財產來源不明 結果在積壓裁定上突然出現了第十一條的期約 那只能合理的說 你檢察官提供了什麼 法官看到了什麼 可能有期約的可能性 對 一定有看到 否則我們都在討論這三件事 但是以金華城這麼龐大的開發案 有期約也合理 因為儘管審慶金增加的這一些融機獎勵 還沒有開發完成變現完成 所以它有點像預售物一樣 有一部分是錢金 有一部分是中間的工程款 有一部分到最後在尾款喔 來處理都是非常合理的 我最好奇的是期約那兩個字 那期約後面 期約我們都知道 期約是還未實現嗎 還未實現 那你還未實現的想像空間就很大 那檢察官提供了什麼罪證 讓法官會用到期約兩個字 這就大家可以推測了嘛 那另外 你在看到說 不管說是基金會的事情 或是新故鄉的事情 對啊我沒有看過基金會發聲明 自證自己犯法的啦 違法的啦 就是說你五月以前 就應該要報了你沒報 那其實最有趣的是 曝光的柯文哲跟李文娟的那一段對話 如果那一段對話仔細看 仔細看 裡面包括了幾個東西 一個提到的新故鄉 一個提到的縱望 一個提到的目渴 還有一個叫做選舉剩餘款 嗯 那裡面當然還有提到什麼 某知名大亨100萬啊 還有那個50萬啊等等啊 那裡面 柯文哲要李文娟兩個月內提一個報告 目渴縱望還有那個錢 還有多少錢可以用 那就表示一件事 這可能構成了一個資金平台 嗯 因為錢在流轉嘛 對 資金平台你看 競選剩餘款應該是競選總部的事 嗯 眾望你也提 嗯 目渴你也提 新故鄉你也提到 這幾個擺在一起 那就是李文娟在主管的一個財務平台嘛 這合理的推估就是一個財務平台 但這個財務平台會不會跟金華城發生關係問號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如果說一個真正的收費者 他不會告訴金錢很多來源 就問你這個你要擺在哪裡 這個你擺在哪裡 不會跟你講金錢來源的嘛 所以 他這個資金平台 當然檢察官會不查嗎 當然一定查 一定查 而且 我覺得最厲害的一件事啊 因為中國我們常說他嘛 一套人馬兩塊招牌嘛 那到了柯文哲這邊可能是 一套人馬三四塊招牌 這個他比中國還厲害啊 所以他們會去交叉比對 你怎麼可以同時掛檔部 掛縱望 又掛禁總 那你同時都有薪水支出的話 他們就要查 你這薪水支出 是部分回流 還是什麼 他全部金流的部分他一定會查嘛 那金流 檢察官努力在金流方面 很簡單一件事 他的金流貫穿他現在的所有案 木可裡面的資金 柯文哲的金流也會貫穿 政治獻金也貫穿 你包括金華城也貫穿 那金華城那果菜市場 剛好又是中工就一片半一半了嘛 那個金流是貫穿的案子 所以檢察官看來是在圖利罪上面 大概把握十足 現在就是要往上發展到 有沒有收匯的這一部分 那第一階段一定是先勾擊那1500 形成對價關係 那如果我們都知道了 這種錢大概不會用匯的啦 現金如果是現金的話 那你會擺在哪裡 檢察官辦案我相信也不是太笨啦 那你說這一些保險箱 檢察官是最近知道呢 還是很早知道 他是一個問號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檢察官要查 我列出來說 我的親戚什麼什麼什麼 身分證和字號多少 送去銀行裡面 銀行馬上一核對資料 馬上就告訴你 誰有保險箱 誰沒有保險箱 這很快 那為什麼這時候才動手 有沒有派調查人員去盯著 看看有誰最近進出這一個去調保險箱 好 檢察官你想一下 以前辦案子 甚至於跟人跟到高鐵上面 交錢在高鐵都被錄影 那你說他會不會去查出來以後 他會不會去盯這個保險箱 看最近的有沒有異常狀態 有沒有異常狀態 那他發現可能發現說 原來這些保險箱案發以後呢 我們沒有講 大家也都不動 你們不動 那我怎麼辦 那我只好去收了 那定那個階段是不是就在看 誰進誰出 誰什麼 因為你開那個保險箱幹什麼 你一定會在銀行留下紀錄跟進出的 那個監視畫面 所以他也不是那麼緊 他只要盯住就好 那可以看得出來現階段 我可以講你講的還是一般的保險箱 你記得柯文哲有一個好朋友 叫吳東進 跟吳欣穎 他們是開銀行的 開銀行的其實如果要給VIP的保險箱 就不一定照銀行的SOP走 不照銀行的SOP 這不是沒有發生過嗎 扁案的時候開銀行的也都還可以移動 照自己的方式走 而不是照洗錢防治法 或者銀行的SOP走 還可以有那個7點多億瞬間轉移的事情嗎 瞬間轉移到也是一家那個金控的保險箱裡面去嗎 我跟你講大規模的這種案例 有一個開銀行的確實是必要之存在 只是說在金華城這個案子 我們看到星光金 然後在柯文哲身邊我們看到吳欣穎是搭檔 然後在柯文哲的案子當中 這個吳東進主導的星光 事實上也是重要的廠商 所以你說檢察官裡面會不了解這些事情嗎 不太可能 尤其是查黑中心更不可能 不知道你所有可能的藏錢方式 你有沒有藝術品 藝術品 珠寶 現金 還有你有沒有換成美金藏起來 或是換成 一般我們大概不太容易換日幣 因為那個日幣幣值貶值 美金是相對高嘛 比如說我一百萬只能換你多少美金嗎 所以好長嘛 那有人有某選過縣市首長的人 他就把錢用換成美金藏在保險箱被抓到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你一個007手提箱可以擺一千塊擺五百萬現金 但是如果你裡面三百萬美金的話 那開玩笑那上億喔 那就不是五百萬喔 所以你看他們就在查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印銀裡面等等 陳美琦他有美金帳戶 他有日元帳戶 那你會存美金可能他小孩在美國 可能他兒子在日本 他有這個帳戶 那換言之 會不會這兩個帳戶的往來 你會不會直接就換成這一些東西裡面 先擺著 先擺著 等事情過了以後 我再會出去 所以檢察官裡面 釋出來的一些訊息裡面 告訴 大概應該可以告訴我們 眾望 新故鄉 競選經費 募客 還有個人帳戶 親朋好友帳戶 還有保險箱 悉尼貨幣等等 全部已經是他們清查的範圍內了 你不可能漏 再漏掉什麼太多的東西了 因為你說這個案子一直往上走 柯文哲 面臨的是查這一些 查得出對價不對價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要防著彭震生跟沈慶經 會不會搶著當污點證人 名額有限盡找 還有一個人叫朱雅虎 朱雅虎現在是交保 朱雅虎 我相信應該都還會再傳進來 好那我問你 那現在看起來要案情的延燒 包含柯文哲跟陳佩奇 都很難全身而退 可是國台辦事實上也開始評論此案 說本案呢 是賴清德的政治追殺 綠色恐怖 那當然國台辦也是非常具有 政治指標的 很有可能各界也高度關注 國台辦隔海下指令 藍白要合 那國民黨的系統呢 打科呢 很有可能呢 漸漸的聲音就變小 現在國民黨是進退為股 最麻煩的一件事 國民黨裡面之前 朱立倫說希望柯文哲平安度過 柯文哲怎麼回的 啊你們都做假帳了 嗯嗯 齁 那你國民黨現在最尷尬的一件事情 是案情的發展 案情的發展如果 呃檢調裡面最終起訴的過程當中裡面 面對對價金流如果有明確化 那就是衍生到第四條的貪污罪 這是國民黨最麻煩的一件事 呦我藍白和我我我面對的是一個 呃貪污的黨主席的話 嗯怎麼合 對就套一句 鍾小平說的話 國民黨要挺貪污嗎 對那要挺到什麼程度 那蔣萬安要延續坑責所有的政策嗎 嗯 那所以那個清華城的容積獎率 繼續大放送嗎 蔣萬安要不要押 而朱立倫敢押 那蔣萬安敢不敢押 蔣萬安當然不押啊 蔣萬安是市長啊 我今天講一句最白一點的話 因為我們之前都一直在探究 沈靜清會不會當污點證人 我們認為最大的一個關鍵是 金華城後續要怎麼處理 嗯 嗯 如果我認罪 金華城會怎麼樣 嗯 金華城會怎麼樣 因為我的刑期 相對於柯文哲我親太多了 如果我認罪轉為污點證人 我又可以減刑嘛 那金華城會是怎麼樣 可能停工啊 嗯 嗯 停工當然 撤銷建造他是最壞的 他會不會要求說 違法部分撤離 變更設計回歸560 嗯 那可能沈靜清接受喔 嗯 那可能沈靜清搞不好就接受了 因為 我關在裡面 跟出來外面 外面有錢 裡面 只剩下一條命 嗯 兩者 你要衡量一下 嗯 如果我出來我還有命 我外面的錢我還能夠花 如果我在裡面呢 嗯 金華城會是這樣 所以 呃 我覺得沈靜清 會不會成為污點證人 我認為他現在是在掙扎過程中 因為他必須考慮金華城的問題嘛 對 如果 金華城的問題 如果可以處理 他會不會轉污點證人 嗯 搞不好就轉了 因為 你說不管四點幾億公關費啊什麼 那早就花出去了嘛 已經花了嘛 嗯 嗯 那我剩下的錢 我要不要活著出去 拿回來花 嗯 所以變成是這一個問題喔 那彭正升 我覺得彭正升大概 轉污點證人是時間的問題 嗯 是時間的問題喔 因為 如果 檢察官拿給他看的是說 大家咬你也咬得很死 嗯 你至少做五點證人可以 可以 減刑罵 可以減刑 所以 最終 我覺得 就看 印曉薇跟那個 他們三個人 嗯 什麼時候要搶著 當五點證人 減輕自己的罪行 如果 坦白的話 嗯 我覺得 柯文哲的命運 大概就不難料了 好 那我請教彭下大哥 可是國台辦下了指令之後 有可能帶來新的變化 是的 因為國台辦這樣的介入 讓很多人都覺得很錯愕 難道國台辦不知道說 這個 柯文哲這個案子 所以 板上釘釘子 已經是 全民皆約可殺的地步嘛 那你這個介入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啊 這不叫串共 這叫串聯 為什麼叫串聯呢 我們站在 柯文哲的立場 站在 這個 呃 小草們的立場 真的很無助啊 對不對 你看這些 這些名嘴一個比一個壞嘛 你看 啊 抓出多少的疲漏來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就像一個人快淹死啦 快淹死了 有什麼東西丟給你 你都會抓 最後一根稻草都好嘛 對不對 更何況 丟的是一個什麼 救生圈啊 各位 這裡面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記者提問的時候 特別說 柯文哲是一個主張 兩岸一家親的人 他這樣子 這個 國台辦有什麼的 變成說 這是個政治問題 所以 這是賴清德上台以後 對於那些 反台獨的開始追殺 為什麼呢 第二個 很多人都在問 下一個會是誰 坦白講 最有可能中標是什麼 地方首長 對不對 你看 這個 鄭文善不是地方首長嗎 對不對 所以說 地方首長誰最多 藍營最多 對不對 你看 林之廟不就已經 這個都差不多搞定了嗎 所以 很多藍營的地方首長 剩下等 那如何的把你們 剩起來 不用怕 我這邊有救生圈 各位 國民黨過去有多少大佬 犯了案以後 逃到大陸去了 劉聰帆院長 對不對 高雄市長王毅雲 陳友豪 就隨便拉一堆 對不對 所以他丟這個 也等於是告訴藍營的 不用怕 如果說你擠湯出來 我這邊會收 會收聽 會收聽 陶租影員跟金華城 現在背後的開發商 是澳門的大亨 但是澳門的大亨 又被抓了 所以到底算誰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人說 金華城跟陶租影員 的一部分的股權產權 早就押給澳門的賭場大亨 然後江湖傳言的大亨 還是西米華 但是西米華 早就下落不明被抓了 所以呢 國台辦這個時候出手 有沒有可能也是 講話給沈慶晶聽 叫沈慶晶不要 反口咬 柯文哲要撐著 是 當然是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講的 賢米華 賢米華 他是澳門的賭場大亨 但是他的出身 並不怎麼 是相當卑微的 他最早在賭場裡面擔任什麼 就是擔任一些刨腿小弟 後來變成說 專門仲介去澳門賭博的 那麼他從哪裡仲介 他從廣東 從福建仲介 這些人 會接受他仲介 然後 會 這個 贏的錢 輸的錢 都能夠來去 當然 賢米華 憑什麼 對不對 你看賢米華出身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崛起 1998年 換言之就說 九七大縣之後 賢米華的 原來大哥叫崩牙居 他原來是跟著大哥的 但是崩牙居 在1998年出世了 出世了以後 賢米華才接手 換言之就說 中共的做法就怎麼樣 以前的 97年以前的這些 有的 既有的地盤 我不碰你 但是那些 不怎麼重要的 把你拿掉以後 我培養一批 我能夠指揮的人 換言之賢米華後面 有北京的靠山 對 我舉個最簡單的 馬建 馬建 當初 跟朱文貴就是這樣搞的 對不對 我們台灣著名的 這個建築界的大亨 對不對 不就這些活活的 給坑了幾 四五億啊 對不對 這就代表說 誰能夠做這個事情 國安部的人 在大陸 最大的 是國安部的人 尤其這種 這種境外的 這些 特別是像 這個香港跟澳門來講 因為他們新受愛徒利 所以國安部 有大批的人員 進到裡面去 而且我跟各位講 香港 澳門 啊 來自於新加坡 啊 這個 到泰國 曼谷 這一線是 國際間諜的 啊 的俱樂部啊 對不對 換言之就是說 像 這種狀況 為什麼 會是 這個 欠賢米華的錢 而且是 剛才你說六十億啊 啊 那麼當然 最後多少億 還未定 不是欠賢米華 欠賢米華 背後老大的錢 這個背後老大 可能是中國國安部的人 但是 國安部洗了好幾次 屁股馬劍 馬劍 馬劍什麼時候下台 98年下台 嗯 下台 不是 2018年下台 馬劍 馬劍出事以後 賢米華 接著出事 嗯 是不是很剛好 對不對 所以在那段時間 當國安部被洗的時候 你就看到有一些 這個 在香港 在澳門的 一些的 頭頭啊 陸續下馬 為什麼 他們的老闆下馬 那 下馬以後 絕對會有接手的人 問題是 這個接手的人 是誰 目前不知道 對不對 目前不知道 但是 最起碼有一個原則 一定是 老共 相當重要的 一些人物 那這些東西 我幫觀眾朋友翻譯 黃彭孝講的這段話 不然一般人聽不懂 他剛剛在講什麼 簡單的講 江湖謠傳 沈慶星早就欠 澳門 至少 將近數十億到百億 可是 他欠的人 現在被追殺走了 可是 可想而知 江湖的謠傳 他在澳門 拔掉輸很多的 要有些股權 產權都押出去 所以現在 如果有股權 產權的 後面的人 未必是洗米華 但是一定是老共的人 對 這是我跟你的政治推演 對 不然一般的觀眾朋友 聽不懂他剛剛 為什麼要講洗米華 但是洗米華已經 不是本案的重點了 本案的重點是 國台辦表態 對 國台辦表態 沈慶星敢不敢當 污點證人 沈慶星如果出來 國台辦跟紅桶的 黑道的系統 追殺沈慶星 沈慶星有活命嗎 對 就是說沈慶星現在 在看守所 住的爛 但是可以呼吸 沈慶星如果當污點證人 把柯文哲咬死了 沈慶星在國台辦下這個令之後 沈慶星出來 他的存活率會比較高嗎 是啊 所以這個你講 真的各位觀眾 很現實的問題 我講這個是內幕啦 沈慶星欠什麼人錢 我補本還說得比較多啦 所以你再講下去 可能你要小心 所以為什麼 不是我要小心 是沈慶星在看守所至少 還有人到的呼吸空間 對 他出來之後 金華城真的可以開發嗎 對 他真的可以呼吸的自由自在 很多年嗎 餘生到底還有幾年 那國台辦下令了 對 所以說 這個當然國台辦釋放一個訊息 不過我為什麼跟各位講說 澳門是 國際間諜的 這個大本營之一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像這麼大的案子 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 美麗國的間諜 會沒有進去吧 對不對 他美麗國最主要什麼 他們對全世界的金流 他掌握的最確實的 第二個 美麗國還很厲害的一點就是說 他可能還有內線 在這個中國的核心地方嘛 所以為什麼說 抓了很多 譬如像說 以前台灣的一個少將 這個 他後來講 他在夏威夷被刑囚啊 對不對 美麗我不跟你開玩笑了 這種鬥爭 沒有好那個 第二個 你看很重要的問題 好就我在幫觀眾朋友翻譯黃蓬夏講的話 不然一般的人會覺得你剛剛扯太遠了 就簡單講國台辦進場 國台辦的指令表層是 對藍白夏指令要藍白核 可是國台辦的威力 我好幾次在本節目公開講過 最聽國台辦的還有一種人 就是跟中國有關的台商 所有台商幾乎都聽國台辦的 國台辦一直是 你記不記得 就沒有人敢跟郭台銘站在一起了 對 連中南部一條二咖 大家都閃遠一點 對 連那個什麼言清標週點論 本來很高興稱兄道弟的 都閃遠一點 國台辦在台灣 事實上 大家知道 跟中國生意有關的指標人物 在他們眼裡 台辦就是老闆 就是老大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國台辦下令之後 像沈慶晶這種 在揚州開發過金華城的 像朱雅虎他們這種外省掛的 一聽到國台辦講話 都立正站好 我現在講的都是真實的樣貌 真實的台商企業界的樣貌 沈慶晶今天 如果知道綠件的時候 如果知道國台辦下這個指令了 他對於要不要做污點證人 他可能會重新評估 剛剛尚一夫講的是 簡單的評估 他可能還有生存的空間 可是我已經說明了下一個層次是 國台辦下達指令之後 他出來的餘生的 生命的力量 可能不見得比較廣泛 比較深遠 他到底在看守所會活得比較久 還是出來會活得比較久 很難說 然後江湖傳言 他是欠了澳門的賭場很多錢 這個都是企業界大家都知道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 坑著見完審慶經 手機在美國弄丟 對 手機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最近有跟辦過大案的檢察官聊過的天 手機喔 你只要在你身邊喔 他通通都掉的大 你走過的橫跡 他說我陳寗官帶著這支手機到這個攝影棚 知道 我早上如果拿著這個手機 譬如說跑到富邦銀行好了 知道 都知道 手機走過的橫跡 都是你一路走過的橫跡 都知道 那他手機在美國弄丟喔 就很離奇 對 我們只能說神奇跟離奇 有點像神機 那怎麼丟的 一定有人知道真相 只是說我沒有能力知道真相 對 其實在他說丟手機的那一刻 我們就覺得這個 裡面的水很深了 然後你發現沒有 藍白河到後面 美國 美國露臉了 為什麼美國 然後柯文哲自己講的嘛 他接到一個 什麼美國的什麼電話 然後他去核實 他找到AIT的政治組 去核實 政治組是什麼 CIA 對不對 換言之就是說 柯文哲 因為某些的機緣 跟CIA 可能是有過勾連的 那勾連的因素在哪裡 跟他手機丟了 可能會有若干關係 因為 當你手機丟了以後 你很多秘密 第一個 你以為傳到雲端了 雲端在誰的掌控 在美國的掌控之下 所以說在這種狀態之下 美國會不會關心藍白河 我跟你講 你以為你銷毀的雲端資料 也是有人有能力復原的 對 所以說 那你以為你打的 如果有一天 某些時候你夠本事 你以為你打的是衛星電話 而不是台灣的電信系統的電話 也是有人有能力復原的 所以說這裡面就很有意思啊 換言之 金華城案 可能會從台灣本土的案 變成兩岸的案 甚至可能國際的案 好 就國台辦出手之後 下面還會不會有人出手 對 來揭秘其他的資料 我們值得觀察 那我請教律師 剛剛講到轉做污點證人 是有一些條件的 確實本來各界來判斷預測的是 彭政生跟審慶金都有這樣的條件 對 那而且他們也都具有關鍵的 相關的 這一個在本案當中的角色 那你怎麼觀察現在的發展 其實當然 污點證人不只是他們自己想當 對檢察官來講也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幫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現在兩個角度 一個是圖利 一個是收賄 圖利部分其實檢察官 雖然我們現在看起來 好像是覺得說 圖利部分好像檢察官跟法官幾個裁定 好像都蠻有把握 但仔細思考的話 他是要深入的剖析的話 第一個 這件事情是不是違法 好像也有人提出意見 好像也有人提出意見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 這是一個違法的事情 這是第二個層次 這又不一樣 這又不一樣 最後一個層次是說 我知道他是違法 而且我還促成他違法 我希望他照著這個違法的方向走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天 檢連其實又傳了一些證人 好這些證人呢 就基本上可能會在這個部分 會有更鞏固的作用 好他們去證明說 其實柯文哲是知道的 而且他有意促成 但是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不管彭政生 或者是你說這個審慶經 我倒覺得不是他們的 他們的角色的重點所在 因為這個不需要他們兩個 其他人來證明就好 他們兩個人的重點一定是放在賄賂 收受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那他們兩個現在有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為什麼關鍵呢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彭政生其實我會認為他的角色 就沒有審慶經來的重要 對檢察官來說也許沒那麼重要 原因很簡單 除非彭政生是一個賄賂過程中的白手套 不然彭政生憑什麼會知道 錢有沒有到柯文哲的地方去呢 行賄者我今天假設我是行賄了彭政生 那他也不會知道我行賄者 還把錢給了什麼人啊 所以基本上彭政生在金流這一塊的幫助很小 他頂多也不過就是在圖利罪部分 再去強化而已 那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講 當然審慶經才是重點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錢真的 我老實說這個經過這一段時間 還持續調查 這麼多金流在調查 不管是存款現金哪裏說保險箱 海外資金虛擬貨幣 我覺得難度都不低 所以必須要審慶經把它給說出來 才有可能查到確切的金流 好 那我也請教一下易中跟亮君 我先請教易中 十年前你們都是2014年 太陽花的參與人之一 那你們也見證了過去十年 台灣的政治的變化跟發展 當然今天也是見證到 這一個吃勞飯的柯文哲不勝唏嘘 但是十年來的變遷 以及對於中國議題的反應 那確實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的選項 然後呢到今天即便是吃了勞飯的柯文哲 他其實儘管鐵粉可能萎縮 可是他的鐵粉也仍然非常鐵 他確實也是在台灣 這個具有一席政治力量的一席政治人物 對 其實柯文哲真的是台灣政治史上的奇蹟 我有聽過就是說當年阿扁 阿扁雖然也是崛起 可是他那個崛起的過程 跟柯文哲一個一屆素人 然後完全然後透過網路的那個聲量是大 所以到為什麼這次柯文哲摔下來的時候 這麼多人在看 但即便如此啊 他其實還是很強大 因為他現在就不是政黨啊 他現在是宗教啊 你不能把政黨跟宗教到底看 當他們說 希望阿伯可以一直關下去 當他們說阿伯是台灣的曼德拉 現在又加一個啦 現在又沒有跟他曼德拉 現在還有翁山蘇姬 快啦 贏太太快啦 差不多啊 最新的爆料是贏太太前天還去 第一銀行的信義分行 那這個方式其實是有限的 帶他們小朋友 兩個去銀行 啊因為他們兩個現在 那銀行不是在國外嗎 回來了回來了 他們小朋友拋了一張 在美國吃牛排 最後的牛排的照片料 也要 兩千多台幣的牛排也要 他們小朋友現在在台灣 而且 前天就叫他們媽媽 陳佩晴 兩個去第一銀行 信義分行 現在有人在討論說 這是不是要處理後面的事情 差不多啊 因為陳佩晴現在是證人 可是從種的跡象顯示 他會成為下一個翁山蘇姬 你這個什麼意思 他們把他神格化 把他聖人化 那這個方式其實是有效的 因為那天我有去 禮拜天那個小草的聚會 他們這禮拜我還要辦 他那個場子就是說 他說你們全部都是敵人 那些媒體啊 民嘴啊 全部都是敵人 所以你們這些人都是用這種 各種污衊的方式去攻擊他 所以他們現在必須強化 用這樣的方式去強化一遙 把柯文哲豐盛 所以柯文哲 現在他們講話的 你有沒有知道 你看說 自然教 郭昌的一個專訪 張的專訪 他說阿伯不提抗告的同時啊 連會客菜都不要了 實在很堅強 然後郭昌就繼續講說 對啊 原本中秋節要找黨工一起烤肉 現在也沒心情烤了 他現在就是一個 用這種非常悲狀的心情 然後問題是阿伯在心裡面想說 欸 你們都講得那麼大聲 包括已經塑造成不要會客菜 然後就是一個悲狀 我想出來都已經沒辦法出來 我舉個例子啦 版本羊現在擠壓兩個月 如果延長擠壓四個月之後 一般來講 他大概可以起訴 起訴一般就是像鄭文這樣就交保 我問你 你是柯文哲你現在用交保嗎 嗯 你為什麼要交保 你現在是聖人欸 你現在是破 對抗台灣司法體制的這個受難者 你現在怎麼出來 所以阿伯現在已經不能出來 阿伯現在就落在裡面 要外面這些黨工之後 用阿伯的這個剩餘價值 甚至將來還有陳貝基進去以後 用他們夫妻倆的這個剩餘價值 阿伯在外面的人 所以我其實我 我這邊要公開的講 我很希望柯文哲可以交保出來 他說 他如果案件已經清楚調查 然後他出來了 我也不希望他擋在裡面 但是問題就是 不是我不希望他留在裡面 現在是那一些民眾黨的黨工職 我平常講 你這話真的是 壞勝負就是壞心腸 你們根本就是在利用柯文哲的剩餘價值 利用他那個可能全台灣最後的那10%的剩餘價值 然後2026你們可以選議員 然後甚至還可以跟國民黨談條件 就是說欸我們這個10% 雖然說我們選不上一行縣市長 但是你如果國民黨不會給我學眾 這10%我就會給你 我就讓你跟民進黨讓你輸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真的是壞心 我真的很希望這些黨公子 你們每個都去城隍別前面發誓 去新竹城隍廟 新竹這麼狠靈 柯文哲拜過新竹城隍廟 被判刑 柯文哲拜過新竹城隍廟 被擠壓 沒辦法 欸欸欸 當初是郭台銘跟柯文哲 曾經2020年約在新竹城隍廟 所以你們不動黨 也不知道郭台銘回台灣了沒 你們這些人都等公子喔 有本職說 別個都去新竹城隍廟發誓 我們對阿伯無二行 我們不是利用阿伯 我們是真心誠意的相信阿伯 你們敢嗎 嗯 這高人喔真的 那我問一下亮君 亮君怎麼觀察案情現在的變化 我覺得當然現在這個 大家一直開始追 主要就是來到金流的部分啦 因為圖利大概現在也大肆鼎定 那主要還是在金流 那現在當然除了這個賬戶裡面 接下來可能衍生到保險箱 或是衍生到海外這些 當然檢調都還在查 可是有一個疑問是說 到底柯文哲跟民眾黨 他們一直不斷的強調說 他們的基金會阿他們的協會阿 甚至是木可公司阿 都跟他們沒有關係 但實際上民眾黨 就這麼小一撮人喔 就是也沒幾個人 那但是所以所有的這些公司 基金會以及協會 還有包含競選辦公室 所有的人員一定全部都重疊 那一個正常人 你怎麼可能會說 我現在這十分鐘 我是這個眾望基金會的 然後我現在只做眾望基金會事 然後我下一個十分鐘 我又是這個新故鄉 新故鄉的這個職員 所以他這是很難說服一般的人嗎 你知道正常邏輯來說 如果你自己要去做切割 或者是說你要說服大家的話 你至少在人員上面 也要有所差別 所以很明顯你現在要去講說 跟這些事情完全沒有關係 然後一個一個去切割開來 這立刻會被大家看破手腳 那很顯然的就是 這幾個基金會跟協會 恐怕就是柯文哲他的資金平台 那這個資金平台 我們現在因為也不知道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收受賄賂 但是很有可能 會不會是政治獻金 有些政治獻金 他如果捐來 他不想要被發現或被知道 那有沒有可能 從這些基金會協會 甚至是公司裡面 在這邊賺來賺去嗎 你可以看到這些所有的人 所有基金會通通都扣在柯文哲 一個人身上 所以當他身邊的這些團體 跟公司行號成為一個資金平台的時候 他手上的十隻手指頭的魔戒 都已經戴滿了 那所以柯文哲他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 除了他現在說不清楚的金流以外 接下來台北市的幾大案 大概還等著他啦 我覺得現在大概現在檢調也在查說 政治獻金的部分 但是據我所知余果改建案 現在檢調也正在查證當中 因為余果改建案上一次跟大家提到 他就是中華工程得表 那中華工程又跟審慶金有關係 那所以這中間 而且審慶金的公關 審慶金的公關費用 是從中華工程再轉出來的 所以事實上審慶金本人 已經直接涉入了 上市公司的掏空背信案了 對沒有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審慶金剛剛我講的這些 全部通通連在一起之後 結果在昨天國台辦 對這個案件發表了一個看法 因為剛好有記者問 我認為這都套好的啦 一定是記者問 然後還特別強調說 這個柯文哲支持 梁岩慶金 那國台辦的回應 當然說這個 用司法行政手段啊 然後迫害異己啊等等的 可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還是民眾黨的回應喔 民眾黨的發言人呢 吳宜萱 他昨天就說呢 這個中華民國司法 應當獨立公正 不受政治力干預 目前台灣受到台灣的這個挑戰呢 就是需要改革 民眾黨會繼續尋求外界跟社會的支持 而他講的這個外界 很顯然就是國台辦 就是國台聽起來就是國台辦 他們兩個稍後回應嘛 我心裡想說 哇這個民眾黨真的是不言了嗎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國家裡面 他是怎麼樣打擊異己 迫害這些 這個東普特斯坦的這些人 對不對 所以你講說 中國他跟你講說司法公正 司法獨立 然後你也敢去接這樣子的 一個橄欖枝 然後我想說民眾黨現在喔 大概也是沒招了喔 現在最後的服務大概能抓多少是多少啦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眾黨大概已經前驢即窮了 好我請教義夫我剛剛講 沈慶晶他不但有國民黨中常委的身份 沈慶晶早期喔是做紡織配合賺低銅金 後來在股票市場12682那一波 他事實上是台灣股市的大作手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跟他同時期很多都死掉了 像什麼龍安秋啊都死掉了 其實沈慶晶的這個年紀也高達逼近80歲 所以他的健康狀況確實就我理解的部分也是不好的 然後呢在2000年左右有一波金融改革的時候 沈慶晶當年有金華證券金華投信做到很大 那他們跟元大合併 元大當時是台灣第一大證券集團 金華證券是第二大 那第一大跟第二大併起來就最大 所以這個變成元大金控現在的這一個很大的證券版圖的基礎 那後來沈慶晶的基地 我是說上市公司的基地 很大一部分的基礎就在中工 可是就我理解 而且在早些年他賣掉金華的事業版圖跟元大併購之後 他套現蠻多現金 他一度也在中國做土地開發 所有揚州的金華城 所以他為什麼你會發現他兩岸的開發的案名一樣 他在巴德路市段那個案子叫金華城 但是他事實上有一陣子在中國也是一個大土地開發商 台商金華城 我跟你講這種台商看到國台辦沒有不立正站好 沒有不下跪的 大家都知道 特別是做土地的 看到台商 台商看到台辦好像看得有跪的 怕死的 你必須承認做工廠跟做外銷的 他還比較脫離國台辦的管控 那做土地的幾乎 通通都在政治勢力跟國台辦的管控下 那我現在問你一句話 國台辦下這個指令了 沈慶經如果聽到國台辦這樣的說法 沈慶經會有什麼想法跟決策 你會怎麼推敲 當然 第一個 沈慶經最麻煩的是 因為他在中國其實有滿多家公司的 還不只說在揚州開發金華城那一家 他有滿多家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很多在兩岸之間 還有越南緬甸還有很多公司 整個資金的調度周轉 最大的地方又在香港 那我們也知道香港誰管 那現在沈慶經要考慮的 倒不是說國台辦說什麼 我不認為要考慮國台辦說什麼 因為很簡單一件事 聽國台辦說什麼 而不敢做什麼 他能不能走得出來 我就回歸到又回歸到一個東西 就是命跟錢的問題 對啊但是命就是我剛剛談的 命是在看守所的命 稅比較小的地方會比較安全 還是出來的比較安全 而且他欠了澳門一堆錢大家都知道啊 澳門有一陣子在追殺 企業界都知道啊 不是啊也不只欠澳門吧 欠澳門的錢的時候他還 他還在國內有求援 想要賣掉人家不要嘛 人家說我借你錢就好 他不買啊 建府還謠言他想要賣的人 就是某總統級的參選人 要賣嘛 盟國姓參選啊江湖還謠言 不是他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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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國的啦 然後然後你在想 其實他的債務不僅是在國外喔 國內 國內借他錢的人也不是很好惹的人喔 所以國內他也是連帶出來之後 他才有公關費 當然當然 你去看他整個發展 就等於說銀行的資金撥補了之後 他才針對這些資金應用 那4億並不是他個人口袋裡頭的私房錢 重點是那一個建造下來 建造就可以去銀行開始進行貸款嘛 建造是個關鍵嘛 那其實就只有回歸一件事 就是說沈靜津他自己 如果我是沈靜津的話 我是考慮一件事情 我在台灣的錢 能不能讓我過完 晚年余生 這一輩子好不好過 這是第一件事 這是第一件事 如果夠 我要活著的時候 大陸的企業我可以捨掉 不然我根本在裡面 結果 後面那些也都是後面的人繼承啊 重點是他要他要考慮的是這個問題 那當然 以後如果他出來 然後在看守所 比較容易命危 還是離開看守所 比較容易命危 嗯 出來還可以 還可以想辦法還錢 在裡面是 絕對沒辦法還錢 好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算精華成果減相回歸到 560甚至於什麼的話 我至少還可以賺錢 我這邊還可以 還可以有上百億的錢過來 但是如果我在那裡面呢 那個錢我可能這一輩子可能看不到 我可能這一輩子看不到或是什麼樣 所以他要去衡量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在台灣裡面 我足以不足以應付我的債務 還有足夠的錢讓我過的生活很好 否則在那裡面 持續積壓下去 那未來判刑再進去 他到底能不能 換取他的自由跟財富 這是他考慮的問題 那當然 如果換成國民黨 國民黨他就必須要考慮 這個 我的選舉政治利益兩岸的關係等等 他的考慮點反而還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柯文哲這一邊 如果有距離證據真的貪污 如果有 那國民黨怎麼因應跟白的關係 2026如何因應 他馬上成問題嘛 如果 我現在跟你探強力 那我立法院萬一來一個動員少了三四級 動員不利 然後民眾黨不跟你合作可能就輸掉 所以我說他現在處於一個進退兩難 所以你發現黨中央的話 對於柯文哲的案子的話 越來越少 好我們稍後回來 平我们 Right 我們正面 .-美國 hd 會 風 Sung 學 帝